公元前245年 赵孝成王去世 骑子眼继位 视为赵道湘王 一朝天子一朝臣 赵道湘王继位后就下令 让月城代替连坡在军中的职务 这对于连坡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当时连坡领兵攻打魏国的凡阳 并且已经占领 本来是大功一剑 结果等来的是换将 而且还不是简单的换将 是要让月城彻底取代连坡 掌握兵权 连坡速来沉稳 但不代表他没有脾气 他知道这是赵道湘王打算弃用的 一气之下 他就带兵攻打月城 月城是有点出连坡的 毕竟当初月城能留在赵国 还是连坡的功劳 长平之战后 各国对于实力被极大的削弱的赵国 起了各种心思 就拿燕国来说吧 燕国一方面和赵国结盟 一方面又在评估能不能趁机攻打赵国 对此丞相利父认为赵国可打 乐坚和月城认为赵国是四战之国 不能打 而燕王喜倾向于打 于是燕国分两路进攻赵国 而赵国派出连坡迎击燕军 很快 连坡就擒获了利父和月城 又乘胜包围了燕渡 最后燕国歌让虎作城池给赵国 才让赵军撤退 而乐坚和月城怨恨当初燕王喜不听他们的计策 执意攻打赵国 因此留在了赵国 赵孝成王还封月城为五乡军 就这样 月城摇身一变 从燕国将领变成了赵国将领 和连坡从敌人变成了同事 公元前249年 月城还和连坡率军攻打燕国 燕国再次送上后礼才让赵军撤回 谁知道 短短几年过去 月城和连坡的关系又变了 变成了敌人 赵道湘王让月城取代连坡 连坡攻打月城 月城逃走 而连坡也知道不能继续留在赵国了 于是直接去了魏国 魏安丽王收留了连坡 但并没有信任和重用连坡 只是让他住在了赵国而已 对此 连坡很苦闷 尤其是当他知道赵国多瑟被秦军围困 形势危急的时候 连坡就很想再回到赵国去 重新在战场上为赵国效力 其实赵道湘王也后悔了 当时赵舍已死 李牧镇守燕门郡 连坡出走 赵国将领已经是青皇不接 而秦国又攻得急 赵道湘王就想重新启用连坡 于是赵道湘王就派使者 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 到魏国大梁建连坡 一是要替赵道湘王慰问连坡 二是看看连坡是否可用 三是看连坡有没有回国的意向 连坡对使者的到来很是欢迎 为了展示自己还能够上阵杀底 连坡当着使者的面 吃了一斗米和十斤肉 吃完饭后还披甲上马 尽管年纪大了 但依旧是微风凛凛的样子 很快使者就离开了 连坡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相信自己的表现 一定会让赵道湘王重新启用他 就安静地在大梁等待着 赵道湘王赵他回国的消息 然而后来他失望了 此后余生他再没有回到赵国 因为早在使者复卫国之前 就有人找上了使者 这个人就是郭开 郭开在青史中闪亮登场的第一件事 就是阻止连坡回国 原因很简单 郭开和连坡有些私仇 至于是什么仇 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郭开不愿意看到连坡回国 所以等赵道湘王让使者去为国建连坡的时候 修贿赂使者 希望使者到时候在赵道湘王面前说说连坡的坏话 这件事是很容易办成的 毕竟赵道湘王本来就不喜欢连坡 要不然也不会一继位就让月城替代连坡在军中的职务 他们君臣之间既不和谐也无信任可言 所以郭开要做点什么来理见这对君臣再容易不过了 使者从卫国回来就对赵道湘王说连将军虽然老了 但是很能吃饭 就是和我坐在一起的时候 一会功夫就拉了三次使赵道湘王一听 算了 看来连坡真的不中用了 于是打消了让连坡回国的想法 而连坡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后 又被楚国暗地里接到了楚国生活 但他再也没有上战场 没有立下什么功劳 始终有一个念头在他的心中盘旋 我私用赵人 连坡到死都在想着回到赵国 但赵人却遗忘了他 他最终死在了楚国 而郭开在赵国官场如鱼得水 尤其是赵王谦继位后 郭开直接成为赵王谦的宠臣 赵王谦继位的时候 赵国已成大厦将军之事 在强秦的一次次进攻下 赵国一直在苟延残喘 直到李牧从燕门郡被调了回来 任大将军迎战秦国 谁都知道 长平之战之后 秦国和赵国之间已经呈现 极为鲜明的强和弱对比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李牧接连在肥之战和藩无之战中 打败秦军 可以说 李牧平易几只立位弱赵 捡起了坚固的长城 不敢说有李牧在 赵国就不会被秦国所灭 但很显然的是 只要有李牧在 赵国绝不会那么快被灭亡 但很可惜的是 李牧在前线保家卫国 赵王谦和郭开却在后面时 尽扯李牧的后腿 公元前229年 秦王正派王俭和杨端和分两路 进攻赵国邯郸 赵王谦则派李牧和司马上 倾全力迎击秦军 战争很快进入相持阶段 王俭急了 王俭甚至李牧是个强劲的对手 如果有他在 这一次秦军可能还会吃白账 即便是赢了 也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所以最好是将李牧从战场上换下来 王俭很快就派人禀告秦王正 让秦王正派人到赵国行反监计 就像是当初长平之战那样 让赵国临阵换将 秦王正派人携重金到邯郸 找到了郭开 郭开才不管战场上谁胜谁负 也不管赵国的死活 在他看来 不管赵国将来如何 他只要继续想荣华富贵就可以 所以郭开很快就根据秦国的要求散布谣言 说李牧 司马上早已经和秦军勾结 准备背叛赵国 赵王谦一开始是不信的 但架不住宠臣 郭开不断在他面前窜斗 以至于赵王谦连调查都没有就信了谣言 随即委派赵聪和言句去取代李牧和司马上 先不说临阵换将是兵家大计 就单说赵聪和言句这两个人 一个是赵国的将领 一个是从齐国投奔而来的将领 都没有多少战场经验 更无法和李牧比 在对秦作战的关键时期 李牧如何能放心这样的两个将领 李牧向来坚持一点 那就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他坚持不肯让赵聪和言句领兵 但李牧自己坚持没有用 架不住赵王谦这个打仗的外行人座 非要临阵换将 李牧不接受 那就只能死了 赵王谦暗地里派人逮捕了李牧 将其杀死又撤了司马上 赵军就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临阵换将 王谦知道后简直不要太高兴 要知道秦国的将士 谁也不愿意对上李牧 毕竟李牧太能答了 李牧一死 秦国对战赵国 不说如入无人之境 也真的是相当容易了 王谦很快就大败赵军 杀死了赵聪 俘虏了赵王谦和言句 赵国各地被平定 设置为郡 至此赵国基本上灭亡了 倒是赵王谦的兄长公子家 逃到了带地 被拥立为王 又让赵国坚持了六七年 而赵王谦被俘虏后 被流放到了房陵的深山之中 不知道他被俘的时候 有没有为自己信国开 杀李牧后悔 有意思的是赵王谦被俘之后 郭开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史书中再没有他的身影 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结局 这里我们来说一下 郭开在冯梦龙所住 东周列国制中的结局 邯郸被攻陷后 秦王正进入邯郸城 就住在赵王谦的王宫 下令将赵帝设为聚落军 将赵王谦安置在房陵 又封郭开为上卿 也就是这个时候 赵王谦终于意识上 郭开是卖了赵国 不禁叹息 史里牧在此 秦人岂得时无邯郸之处隐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秦王正颁师回朝的时候 郭开也开开心心跟着去了秦国 但他还有一件很不放心的事情 之前他在赵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数量太多 无法携带 郭开只能在他在邯郸的家中 造了地窖来藏这些财宝 等到郭开到秦国将事情都处理好之后 就找秦王正请假 要回邯郸去将那些财宝都取来 秦王正笑着答应了 郭开很顺利地回到了邯郸 打开地窖 将财宝都取出来装车 浩浩荡荡去往秦国 郭开觉得自己的未来实在是太美好了 即将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结果郭开高兴太早了 因为中途遇到了强盗 强盗们将郭开杀了 又将财宝剑术带走 至于强盗是不是真的强盗 就很难说了 东周列国之中有这样一句话 霍云 李牧之客所为言 这倒是有可能的 但思以为秦王正指使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郭开是个什么样的人 秦王正太清楚了 他在灭赵的时候 自然很喜欢赵国有郭开这样的官员 但等到郭开到了秦国 秦王正自然不可能喜欢 郭开的作用随着赵国的灭亡已经消失了 秦王正为什么还要留着一个这样的人 自然是解决了最好 顺便将郭开的财富也一并收了 最后附上唐朝周潭写的 春秋战国门郭开 秦夕邯郸岁月深 何人沾赠郭开金 连颇还国李牧仔 安德赵王威尔金